伯基界的格斗家当中,有许多拥有了无数财富的格斗家,这些格斗家大多数出身贫寒,靠着自己的努力,成为了如今的伯基界拳王。 许多人成名后过得很奢华,乡车宝马飞机游艇一应俱全,泰国拳王波球自有出身贫寒,当年时不果父母亲早亡的他,如今出厂费过已过百万,腰缠万贯的波球如今是怎样享受生活的呢? 在伯基界成名后,波球的身价飞涨,速度如同坐火箭,如今的他出厂费没有一百万根本不出厂,如此有钱的拳王,也是拥有豪宅别墅的人。 他还有一辆高档跑车,虽然拥有这一切,波球却更喜欢当初农村的生活。 如今波球已是摇缠万贯,却依然在村里骑着摩托车,不忘种地养鸡,在老家,他也是当地最能打的人。 他的励志故事,让他成为了不少人的偶像,不少同乡因为他的影响开始走向拳台,用打拳来脱贫致富。 波球在农村过的并不是一来伸手饭来粘口的日子,一切都要靠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,所以每次想开婚了,波球就会亲自去鸡棚里杀一只鸡,然后去毛,去内脏,洗干净煮上一个小时。 中文字幕终于晨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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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